男孩的脖子突然莫名的出现血痛 随后他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拽到半空 像是一头隐形的恶魔 正在死死咬住男孩来回甩动 男孩在被甩动间身体喷射出血液 伴随着骨头断裂的声音 男孩在痛苦中死去 一旁的女孩苏娜看到这一幕顿时震惊不已 而这一切诡异的事情都源于一个清晨 苏娜敢去上课 同桌罗斯邀请她去球场聚会 但是那天正好是普及日 苏娜必须和全家人一起庆祝 这个时候一个神情慌张的女孩 塔米拉才赶到教室 下课后女老师佩蒂向苏娜询问塔米拉的情况 因为他们两个人以前很要好 但奇怪的是 现在的苏娜和她之间似乎有什么隔阂 连佩蒂让她多关心一下塔米拉 苏娜都不太愿意 孤单的塔米拉手捧着玻璃瓶 独自走在下雨的路上 书包底部还渗透了血迹 她回到家颤抖着手将玻璃瓶转开 嘴里一直在嘟囔着什么 随后从她的包里拿出一个小肉块 快速塞进瓶子里 她生怕瓶子里的怪物会钻出来 接着女孩害怕的转过身去 瓶中传来嘶嘶咀嚼的声音 她无助的捂住了耳朵 等到声音停了下来 她才敢捧起瓶子 突然瓶声出现破裂 女孩惊声尖叫 画面一转 苏娜跟好友莱茵聊起了塔米拉 苏娜再一转头 就看到了诡异的塔米拉 莱茵跟苏娜打了招呼就走了 塔米拉则跟苏娜说了关于瓶子的事 里面有一个怪物总想要吸食新鲜血肉 她越说越激动 塔米拉想要将它封印在里面 这需要苏娜的帮助 苏娜被激动的塔米拉吓到了 随后塔米拉伸出玻璃瓶 苏娜立即下意识地将瓶子打碎在地 塔米拉惊恐地看了她一眼 便连忙走开了 苏娜还在地上捡到了一本破旧的棕皮书 于是苏娜跑去追赶塔米拉 打算将书本还给她 这时门被隐形之物推开 塔米拉的脸色越来越不对劲 无论苏娜怎么喊都没有回应 之后她疯狂尖叫了起来 嘴里在念着苏娜从没有听过的咒语 苏娜害怕地往后退 她想找人来帮忙 塔米拉接她要走 崩溃地叫起别离开 可最后苏娜还是跑了 塔米拉瞬间被恶魔拽走 随后佩蒂跟苏娜赶来 却不见女孩的综艺 夜幕降临 塔米拉的母亲很是交心 自己的女儿去了哪里 她已经抱了紧 佩蒂问苏娜 她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苏娜只是摇摇头 塔米拉再次醒来 她已经位于一个密闭的空间里 有什么东西正在向她而来 突然女孩的手臂被什么东西咬住 小臂上竟凭空出现几个血洞 塔米拉绝望大叫 画面一转 来到了普济节当天 众人在塔米拉家里聚集 还给失踪的塔米拉祈祷 苏娜听见旁边祈祷出生的父女 提到了肖德哈瑞家 她问父亲 他们家发生了什么事 父亲说 他们家好像在躲避着印度的某样东西一样 肖德哈瑞家的儿子卡兰 也总跟看不见的东西说话 苏娜联想到塔米拉的情况 连忙跑回房间拿出那本书 看到了封面的署名 正是卡兰 但是苏娜越想越不对劲 她必须去一探究竟 转而不听母亲的劝阻 穿好衣服离开 苏娜骑着车 来到学校空旷的体育场 掏出了那本笔记 发现了很多诡异的图案 随后她骑着车 来到了罗斯说的聚会 罗斯热情的邀请她跳舞 没过一会儿 天空就下起了雨 两个人躲进了车里 罗斯看到苏娜的状态 有些不对劲 在罗斯的关心下 苏娜说出了自己多日来的忧虑 她很想去卡兰家 查查笔记相关的线索 罗斯二话没说 直接启动了车 两个人来到了卡兰家 发现这里一片狼结 两个人来到阁楼 发现墙壁上的壁画 画面很是恐怖 苏娜拿起手机拍了下来 罗斯说这头怪物看起来 像是要钻进人的身体 突然屋外的警笛声响起 两个人惊慌的跑下楼 他们都忘了那本笔记 此时塔米拉正在被怪物侵蚀 忍不住的喊叫 而苏娜已经回到了家 却被自己的噩目吓醒 她环顾四周 觉得有些甚得慌 这时苏娜看到自己的衣橱门里 好像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 她拿手机光亮一照 眼睛却不见了 苏娜害怕的颤抖起来 突然衣橱门被打开 她顿时被吓得钻进被窝 再一惊醒 她已经满脸是汗 刚才的梦究竟是不是真的 她也无从得知 苏娜起床后寻求母亲的帮助 她说自己身上正在发生着糟糕的事情 母亲又提起昨天普及节的事 原来苏娜一直很想摆脱 母亲传输给自己的印度文化 只想融入美国自由个性的生活 她还因此疏离了同样有印度血统的童年好友 塔米拉 母亲对她的做法很是失望 苏娜怼了母亲一句之后就离开了家 这天苏娜跟罗斯再次来到卡兰家 罗斯已经从阁楼上取到了那本遗忘的笔记 苏娜跟罗斯倾诉了自己的心事 罗斯突然吻了一下女孩 接着掏出烟抽了一口后递给了苏娜 罗斯在苏娜的同意下吻住了她 苏娜却被烟呛到 她站起身唤气依稀听到屋子里传来呼唤自己的声音 女孩经不住吸引走了进去 罗斯以为她是害羞离开笑了起来 苏娜看到一扇透露着红光的门 她越走越近渐渐迷失自己 室外的罗斯看到了身后的怪物 一个尖叫声将苏娜惊醒 她诧异于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里 苏娜听见外面鞦韆剧烈转动的声音 连忙走出去 罗斯被鞦韆缠住了脖子来回晃荡 最后她被甩在了地上 苏娜看到罗斯摔倒在地 脖子上出现血洞 随后她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拽到半空 像是一头隐形的恶魔 正在死死咬住男孩来回折腾 男孩在被甩洞间身上喷射出血液 同时还有骨头断裂的声音 最后罗斯被摔落在地 苏娜崩溃大喊 只见那两个鞦韆在诡异的剧烈晃动 随后趋于稳定 受到惊吓的苏娜渐恢复意识 抬眼间一到天黑 看到了一群人聚集在眼前 还有很多警察 原来罗斯已经死了 父母来到苏娜的身边 苏娜看到面前的人们 都在用一种看怪物的眼光看着自己 自从事故发生后 苏娜一直一言不发 镜头来到塔米拉这边 她的身上依旧有大大小小的血洞 她坚强的爬起 发现这里是一个门窗都被遮挡的地下室 塔米拉拿起一把手杖颤抖着走到台阶前 在她试图走到楼上的途中 脚腕陡然被一只干枯漆黑的手握住 她一下子被其拖到了更阴暗的地方 这天晚上苏娜一直睡不着 于是起身来到大厅 她看到了背着身正在哭泣的母亲 她一直重复着咳嗤两个字 苏娜注意到敞开的冰箱门 所有的东西上都出现黑污的痕迹 母亲这时越来越激动 她的身躯竟突然变得骨瘦如柴 伴随着骨头之鸭的声音 她扭动着身体向苏娜追来 苏娜被吓滩在地 只见那个怪物用枯搞的爪子爬起 四肢仙长而怪异 向着苏娜的方向爬去 苏娜慌忙站起身逃跑 怪物也随之加快速度 她扭曲着身体快速爬到苏娜身后 苏娜连忙拽着房门 身后的怪物已经近在咫尺 正当她仰头咆哮之际 女孩惊悚尖叫 又是一个惊悚的噩梦 早晨苏娜憔悴不堪的来到教室 她俨然已经成为第二个塔米拉 老师佩蒂撇到门口的苏娜 她来到苏娜的身边 身处绝望之中的苏娜 只愿有一个人能来帮帮自己 于是她跟佩蒂说了 罗斯被隐形怪物虐杀的事情 同时表示塔米拉也是这头怪物带走的 佩蒂听过苏娜的话之后 一开始并不相信 但是在苏娜的坚持下 佩蒂妥协了 询问苏娜自己要如何帮忙 随后苏娜拿出手机图片 她想要佩蒂根据这个话查查怪物究竟是什么 正当佩蒂安慰苏娜的时候 她察觉到身后正有奇怪的东西靠近自己 她转头看去 旷门上出现了一型怪物的影子 佩蒂再三喊叫苏娜 苏娜这才恍然惊醒 下一秒 佩蒂身后竟突然出现了那头怪物 苏娜立刻惊声尖叫 也吓坏了佩蒂 苏娜连忙后退赶紧跑走了 佩蒂转过身 伸出手去触摸 却没有任何发现 苏娜已经躲在了家里的房间里 电话一响 她连忙接起 原来是佩蒂打来的 她查到那头怪物 是来自于东印度的 一种以负能量为食的恶鬼 她还有一个名字叫 必舍遮 她食人肉甚至试魂 唯一能做的就是 将它永久封印在一件容器里 佩蒂觉得 这种传组只是虚幻的 但是苏娜如果需要帮助 她会来的 苏娜沉默了一会儿 答应了 这时母亲正在跪地拜佛 看到女儿主动走近她 母亲连忙抱住 哭泣的苏娜 平静下来的她 告诉母亲 自己一直以来的遭遇 她问母亲 必舍遮的事 母亲说 忍入睡时 千万不能带着坏情绪 周围的人 也会受到恶鬼的伤害 那就是说 老师佩蒂 也会面临危险 然而 必舍遮不会马上杀掉猎物 还要有七天的时效 苏娜告诉母亲 这些都是真的 她联想到 塔米拉的失踪 算算时间 塔米拉今晚就可能会死 母亲听后 她表示 我们需要献上祭品 此时的佩蒂正打算 关灯离开 却看到一团黑怪 佩蒂被吓得 连忙逃出门去 此时母亲正在与苏娜 共同制作祭品 佩蒂跑到走廊 走廊镜头的灯光 逐一亮起 她突然被大力砸在 奖杯展台的玻璃上 佩蒂惊黄的 把自己塞到衣柜里 门却被疯狂摇晃 苏娜与母亲 一起研究卡兰留下的笔记 寻找封印怪物的方法 母亲念出了和平导文 突然佩蒂这边的攻击停止 佩蒂连忙拨打苏娜的电话 她爬到脏屋的厕所 看到连后的怪物 崩溃的哭了起来 随着母女二人的祷告声 越来越流畅 那只鬼已经被引诱 来到了苏娜的家 正巧 苏娜的父亲提前回来 被怪物虐杀 崩溃的母女二人 对着怪物大吼 他们鼓起勇气 念起了和平导文 一段时间后 母亲突然被袭击 趴倒在地 家门也被打开 察觉到怪物已经离开 苏娜查看父亲尚且存活 便连忙赶去卡兰的家里 她看到了怪物正趴着门 苏娜勇敢地走上前 一遍遍念着导文 随着她越走越近 手臂也被弄伤 与此同时 怪物也获取了苏娜的 一些负面能量 她突然窜到苏娜的面前 苏娜挣扎着远离了怪物 阴差阳错 撞开了地下室的门 苏娜打算用桌子堵住门 怪物却一把将女孩的手臂拽住 苏娜痛苦地身影 她看到了地上的手杖 于是直接拿起手杖 狠狠地往恶鬼那边砸去 她的手臂也出现了血洞 苏娜靠近废弃浴缸 缸里的一只胳膊垂落下来 她掀开麻布一看 发现正是塔米拉 苏娜很想将她唤醒 但是苏娜的周遭危机四伏 她找到了瓶子 在怪物冲破墙面的瞬间 她转开容器盖子 看到了这头完整的异形怪物 苏娜越来越害怕 怪物一巴掌就把女孩拍到一旁 苏娜挣扎着想将容器攥到手里 却被怪物攻击 最后她被恶鬼摔落再强 女孩昏倒了 等她再次苏醒 只见怪物正忙于侵蚀塔米拉 于是她连忙抓起容器 口中喊出和平倒闻 容器却突然破裂 她跌跌撞撞地坐到了浴缸上 发现塔米拉已然苏醒 在怪物冲来的时候 两个人合力念出和平倒闻 怪物不堪其扰一直在挣扎咆哮 最后她各个部位都弥散成烟 进入了苏娜的嘴里 一段时间后 怪物终于全数得以封印 自此以后 苏娜就以生肉为食 她与塔米拉也重拾了友谊 只不过谁也不知道 那头恶鬼还会不会出逃 为祸人间 影片到此结束 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这部影片多处运用了 各种元素的恐怖音效 作恶之鬼会吸收人的负能量为食 本片前半部的叙事有些拖沓 最后女孩阴差阳错的弥补了自己 在普际节犯下的错误 本片个人认为不是很恐怖 胆小的观众可以看看练个胆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